1962年,李克农死因成谜,美国人嫌疑最大。关键时,儿子出面回应。在中国十多年抗战中,有很多将领在战场上一战成名,建国后就被授予上将或者是开国元帅等军衔,可是在那段革命时期有一个人比较特殊,他就是李克农。 虽然他从来没有上过战场,可是在授贤仪式上却被授予了上将军衔,甚至他还有着一个特工之王的称号,就连周总理也说,如果没有李克农,就没现在的我。 可就是这样一位传奇的人物,在他去世之后,由于死因而备受争论,甚至还有人说李克农的死是遭到了美国间谍的毒害。 不过,这些无中生有的猜测,最后都被李克农的儿子李伦亲自辟谣了。 但人们的心中还是有着很大的疑问,尤其是对李克农的死因。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中,很多革命先辈的身上或多或少身体上留下了疾病,而李克农也不例外,因为长期的地下工作,让他患上了比较严重的哮喘病,而最为致命的还是他脑部的伤。 1957年,李克农在中央特科部任职,他像平常一样准备起床去往工作地点,由于已经是深秋了,天气转凉, 于是在他出门前,妻子赵英叮嘱道多穿点衣服,省得哮喘病又加重了。 李克农也知道,妻子是担心自己的身体,于是就拿上了挂在衣架上的围巾,裹紧出门了,可是就算是他做足了防备,可还是发生了意外。 由于天气原因,李克农咳嗽得非常厉害,就连身边的同志都劝他早点回来休息,可李克农却坚持工作,因为当时国家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刻,也是用人之计,所以他不可以无缘无故地脱离岗位。 而这也是老一辈革命者从艰苦日子中走过来的坚持,而正是有他们这样无私奉献,才有如今繁荣的中国,我们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。 下午的时候,李克农能够明显感觉身体不舒服了,走路也是摇摇晃晃的,感觉要摔倒了,可就算是这样了,他还是没有当一回事,只是觉得自己没有休息好导致的。 一直到他上楼梯的时候,突然重重地倒下了,而后就失去了意识。 当时,刚好有同志路过,将李克农送到了医院抢救,可由于头部受到了重创,李克农昏迷了两个月之后,才醒了过来。 当他看到病床前的医护人员与家人时,他就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是大不如前了。 实际上,在建国之后,李克农就因为哮喘而到苏联治疗,可他的病情还没有康复, 就因为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,他不得不回国,投入自己的岗位上。 起初,毛主席因为他的身体原因是不同意他回国的,可由于李克农的坚持, 最后又因为毛岸英的牺牲,让李克农更加坚持去朝鲜战场的决心。 而后在朝鲜停战谈判中,李克农前后参加了近50多次会议,才在最后的停战协议上签字。 而他的病情也愈发地严重。 当时在打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时,李克农的身体已经不堪重负了。 可在考虑到中国正需要抓紧建设,也是需要人才的时候, 所以李克农没有休息,直接投入接下来的工作当中。 在这期间,赵英与李克农接触的最多,他自然是了解丈夫的病情,可他也知道丈夫的爱国之心再怎么劝说也没有用,只能默默支持着照顾好他的身体。 但是,每天都这么操劳下去,李克农的身体早就透支得非常厉害了,最终没有撑住倒下了。 而他的这一倒下也代表着一代传奇人物的落幕。 1962年,李克农的突然离世,给中央一个措手不及,当时中央为了不会造成严重的影响,就做了保密工作,可还是要到了一些人的议论。 儿子李伦在看到事态超出了控制,就站出来说明了情况,父亲是由于哮喘病,外加肌脑成疾,脑组织发生了软化而不幸去世, 并不是因为美国人的阴谋,请不要胡乱地猜测,这样会造成不良的舆论影响。